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旦我们受洗了 主耶稣就将我们带入了光明国度 然后我们依旧要面对的是世界的种种 无奈的是这世界握在恶者的泉下 因此当我们成为旧徒的那一刻 就随时进入备战中 有许多人将基督教当作避风港 因为耶稣曾说 不要怕 只要信 错误的是他们也许认为 在避风港里必能安逸一生 我曾听过一个比喻 这个故事大概的内容是这样子寄述的 撒旦吩咐他的罗洛出去破坏基督徒的工作 他们一群一群的出去 四处游走 其中有几个说 看 我们去那个教会破坏他们 但是撒旦制止了他们 说 不必 因为他们安静的连祷告都没有 不需要理会他们 你看那边 另外一个教会 里面祷告的声音不断 才是我们的目标 属灵征战 临到基督徒乃是因为仇敌 害怕 想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困难 人事问题 疾病 这些来打垮基督徒 使人心产生动摇以及怀疑 而保罗却鼓励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 随时 随处警醒 以及祷告 在旧徒的肢体里 禁止不了我们的事 信靠 以及祷告 唯有祷告可以震撼天地 连仇敌都会惧怕 因此 关起门来的时候 也是你我进入内室祷告的时刻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 你可慕得平安吗 渴望求健康吗 你期待生命兴旺吗 你可慕生命充满信心以及能力吗 不要学当日的门徒 只知道望着升天的主耶稣而去 天使却问 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因此 要知道 举起你的手征战 就是祷告以及赞美 要让你的祷告以及赞美来震撼天地 愿今天的分享能帮助你 也别忘了 常常举起你的手来祷告 愿上帝赐福您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18 谢谢观看